上午9点,昂船洲军营海军各舰艇驶出军港向目标海域航行 同时,空军直升机从石港营区紧急升空飞赴任务区域 与舰艇编队会合沿预定航线开展海空联合巡逻 编队巡逻至香港某海域时,直升机发现模拟落水人员 确定人员位置后,立即救起落水人员并后送医院抢救 海空联合编队巡逻至目标海域 直升机发现模拟可疑船只,快速机动至其上空,喊话逼停 并引导舰艇编队对该船只进行拦截 临舰南部过程中,舰机密切协同通过空中、海上机动侦察的方式 在渔船货船情况复杂的海面上,准确识别可疑船只 舰出小艇,顺利登临,拿捕可疑人员 有效检验了协同指挥水平和战法运用成果 随后,陆军巡逻梯队行进至昂川州大桥 与直升机编队完成会合,并开展陆空联合巡逻任务 陆空编队至昂川州大桥时 飞行航路受山体和桥体阻碍较大 海面形成的气流扰动也比较强烈 因此,我们要精确控制飞行姿态 确保飞行安全和编队稳定 据了解,这次联合巡逻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 依托任务展开实战化课目演练 全流程按照实战化要求连贯实施 有效提升了驻军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整个联合巡逻过程中,驻香港部队严格遵守香港 道路、航道和航空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跟ών文字表及上钦络 公识 在原本里的法律间 在原本里的法律间 适合巡逻所 企刊